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師李曉 中老年人都怕中風 因為一旦中風了很難康復 自己受苦不說還拖累家人 但與其怕不如提早預防 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踮腳法 中醫認為 中風都是真陽摔損的陰盛陽虛 陽氣上座 而陽氣一路上衝到了腦部 踮腳就起到了一個潛陽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防止中風的發生 今天李老師要帶大家做四種踮腳的動作 讓你氣血通 防中風 第一個踮腳的方法叫原地踮腳 這是我們踮腳鍛鍊的基礎動作 我們可以扶著一面牆壁站立 當然你也可以面對著牆壁 雙手扶著牆壁 這樣能保持我們身體的平衡 然後深吸一口氣 吸氣的同時 踮起你的雙腳 穩穩地用前腳掌站立三到五秒鐘 然後呼氣落下 重複 吸氣的時候 把嘴巴閉起來 用鼻子吸氣 然後呼氣的時候 用嘴巴呼氣 那這裡提醒大家注意啊 我們在落下腳後跟的時候 這個力度不要過重 最好是能夠讓自己感覺到 腳後跟有微微的震動感 這個震動感從腳後跟往小腿穿透 這樣的力度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光腳練習 也可以穿著鞋子練習 穿著鞋子練習的話 您可以把這個 往下落的動作啊 稍微做的力度大一些 那同時呢 如果我們練習比較熟練之後 建議大家 在我們踮腳的同時 吸氣 同時您收縮自己的小腹肌肉 腰部肌肉 還有盆底肌肌肉 這三塊肌肉 就是我們同時做一個提肛的動作 往下落的時候 這三處肌肉同時放鬆 那麼我們這樣練習啊 它的效果會更好 並且呢 對我們的整個生殖系統啊 對我們的一些肛珠的問題啊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好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重複練習 每天50到100次 那這個動作可以改善我們的足弓 改善扁平足 緊織大腿的線條 這是我們非常基礎的一個練習 當你把這個練習熟練之後 可以練習第二個踮腳的動作 叫做踮腳走路 就是我們平時在家中 或者在戶外走路的時候 您可以嘗試著 把自己的腳後跟踮起來 然後非常自然的去走路 在走路的過程中一直踮著腳 不要讓腳後跟落下 就這樣啊 你可以來回的走一走 您可以在原地走 或者是您在家裡面啊 往前走一段 再回頭走一段 這樣都是可以的 走到您感覺自己的這個腳掌 比較累了 就可以讓腳掌落地了 之後呢 我們休息一下 放鬆一下 再 踮起腳後跟 好 再重複的去走 就這樣反复練習 只要是您在走路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練習 不限時間 不限場地 那可能有的朋友會問啊 那這樣踮腳走 是不是就像是 穿了高跟鞋一樣的走路 那當然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這個 發力點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穿高跟鞋的話呢 其實你的腳後跟落在這個鞋跟上 我們的身體重心 都落在了你的這個膝蓋上 但是呢 我們用前腳掌去走路的時候 膝蓋微微的彎曲 膝蓋是很放鬆的 我們用的是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在走路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練習我們的這個踮腳走路 接下來我們如果說每天坐著的時間比較長 那您還可以用坐姿練習踮腳功 整天坐在辦公室裡的人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行走 那麼我們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經常踮起雙腳的 吸氣 踮腳 呼氣 還原 這樣反覆練習 您想隨時做隨時都可以 但是我們坐著練習的時候要注意 您在踮腳的時候啊 要比站著和走路的時候 用的力量要多一些 一直踮腳到您的腳背 這個跟我們 最好是能夠踮腳到我們的腳背前面腳踝處 這個位置呢有一些酸胀感 這個力度是最好的 如果您想增強一下鍛鍊的話 可以用雙手稍微的用力 按在你的膝蓋和大腿處 給我們的踮腳增加一些力度 增加一些難度 如果您手邊有一些書本或者其他的比較重的東西啊 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膝蓋上 做一個負重的踮腳訓練 當然這個重量也不要太大 你自己感覺到踮腳輕鬆 但是稍微有酸胀感為度 這樣練習不限次數 大家只要有時間 您都可以坐上10個8個 或者是20個30個 在我們晚上 躺在床上的時候睡覺之前 同樣可以練習踮腳動作 嚴格說來這已經不是踮腳了 但是呢它是勾腳蹦腳的練習 效果也是一樣的 坐在床上或者是墊子上 把你的雙腿伸直 您可以一隻腳來練習 左腳或者右腳都可以啊 先把它向前蹦腳尖 把腳尖蹦直 讓你的腳背和腳踝處有拉伸感 然後呢再用力的勾起腳尖 把腳尖朝向自己 用力的向自己勾起 這時候你的小腿的後側 膝蓋的後方會有一條筋 非常的酸痛 這是非常正常的啊 用力 然後繃腳 勾腳 繃腳 勾腳 勾腳 你也可以左右腳交替練習 練習的次數不限 建議大家每次練習50到100次 以上的這四種鍛鍊方法 我們選擇任何一種都可以 選擇適合我們自己的啊 如果說您每天這個走路的時間多 我們就站著踮腳 走路踮腳 如果說您上班的時間多 我們就坐著踮腳 如果說白天實在沒有時間 或者是白天忘記了鍛鍊 那麼在睡覺之前練習一下勾腳蹦腳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從心醫的角度講 每當我們踮起腳尖 雙側小腿後部的肌肉收縮時候 會擠壓出來的血液量 大致就相當於是心臟脈搏的排血量 那麼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踮腳動作 就可以讓血液供給心肌足夠的氧氣 所以說 踮腳是有益於心血管健康的一個運動 每次踮腳都會通過大腦去控制你的腳趾 然後呢腳趾抓地的時候 又可以活動你的腦部 讓腦袋變得更加的靈活 大大的降低得中風的這樣一個概率 那也能夠讓環繞在我們頭部的氧氣往下行 減少對大腦的刺激 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這四種 簡單又實用的踮腳運動 不管您是站著坐著還是躺著 都可以去練習 好了那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